好久都没有下雨了 昨天晚上奥斯林这边下了个大雨 今天还降了温呢 哈喽大家好 是大海 现在十月底了 终于把这种卫衣外套给穿上了 不容易啊 在德州这边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 想穿一点厚衣服啊 全看天啊 什么时候降温只能等待啊 昨天晚上呢下了一点雨啊 早上现在天气就变凉了 我早上本来想穿个短袖住眉的 后来发现不行扛不住啊 今天早上呢 我打算去超市里面买一点东西 晚上给甜甜炖一个排骨汤啊 这次是我自己做啊 因为前面有一次炖梨汤的时候 我看大家的评论上面都说 啊不是说男主人做吗 怎么全是女主人在做啊 大海我没看见你在干什么啊 只看到你一张嘴在那里说说说 这是为了弥补我自己的过世啊 我自己亲自做啊 咱们一起去看看美国这边的超市 早上是什么样的出发 现在到韩国超市这边了啊 你们看看今天的停车场 是不是没人啊 年轻人就是喜欢睡懒觉啊 哎呀像我这么勤快的年轻人不多见了 走买菜去 这里面现在真的没什么人啊 就在国内大早上的话 这很令很多大爷大妈都出来买东西了 先来给田田买个柚子吧 田田前两天说了想吃柚子 这柚子怎么感觉啊 国内的不太一样 即便挑一个吧 这个吧 再来拿个洋葱 你们说是紫洋葱好吃 还这种白洋葱好吃 我反正基本上都是拿白色的 这洋葱九毛九一磅的拿一个就行 拿和蘑菇吧 上次田田说做那个蘑菇牛肉特别好吃 到时候再给他做一次 拿两个金针菇 都是他喜欢吃的 哇 这金针菇是六块九毛九啊 我妈呀 这太贵了 算了 六块九毛九 一蛋 开什么玩笑呢 天哪 这五块九毛九 算了 换个蘑菇吃的 真是有点搞不懂了 金针菇咋这么贵啊 七块钱一包 我这个妈呀 刚刚又买了点这种青葱和香菜 出发去买肉的地方 这些老沫挺厉害的 早上这么早就赶是在这工作了 先来买条鱼吧 好久都没吃鱼了 整个小黄鱼 尝一尝 算了还是整个那种鲲鱼吧 整这种鲲鱼 长鱼比较好做一点 价钱都是一样的 五块九毛九一磅 整一个 哈喽 刚刚那个韩国老大爷让我挑选上面的服务啊 是怎么鲨鱼的 有一到六 我本来选的第二个 后来我想不对呀 做长鱼的话就要清理一下嘛 是吧 哈哈 这让我想起来 就是在国内短视频 这个平台上面说 南方和北方菜市场的差距啊 说南方可以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不知道真的假的呀 8块钱 做一个鱼 8块鱼 现在来买肉啊 排骨 韩国汤是这些肉整的就是挺精致的 拿一个这个吧 再来给田田整一份这个鸡爪吧 他比较喜欢吃这些韩国口味的东西 一共花了64块钱 我家有可能去我们对面邻居家了 那邻居有一个老头老太的 他俩啊 非常熟悉标签 我还以为田田跟我在这藏起来 给我捉迷藏呢 我喊了半天没有人 不管了我先做饭吧 我正在这切肉呢 田田 我现在从外面回来了 原来是去拿信了 想到了所有 但是没有想到你去拿信 你先给你炖排骨汤吧 好吧 然后再弄个鱼吃 差不多了 是不是 对 那我就开始准备了 弄一个弄排骨或者弄鱼就够了 两个一起弄嘛 又不麻烦 可惜了啊 鱼头美了 鱼头让那个超市老大也给我杀掉了 上单 服务员 又煎了一个芦笋啊 我们的那个排骨还得再等一会 时间还不够 排骨还不够烂 天哪 咱就先吃这些了 给我盛碗饭吧 谢谢 帮我 好 帮我 谢谢 诶 规矩真多呀 我已经闻到萝卜味了 估计还得再过个20分钟 差不多 我们今天做的这两个菜呢 再加上排骨啊 估计也就 十四五美元吧 这个价格还可以 田田今天还说 我排骨怎么这么贵啊 十二块钱 我想告诉你 金珍菇它更贵 一包都能买半个排骨了 就是我买的那两个 很贵吧 来 品鉴一下 尝尝歌的手艺有没有辣下 这次买的大米好像比之前的好 大米啊 是上次我在那个韩国超市买的吗 先吃鱼尝一尝 没放豆瓣酱啊 看看能不能做出好吃的东西 要真实啊 嗯 啥意思 挺好吃的 苍白无力 来我来试试 挺好吃的 是真的挺好吃的 但是就是家常味道 没有特别经验的那种 已经很好了 行 我来试一下哈 这次鱼做的有点黑了感觉 可能是老抽放多了 以前我做的那个鲧鱼特别好吃 现在感觉方法忘了 嗯 很好吃啊 是挺好吃的呀 还家常的味道 我的天啊 那简直是大厨级别的味道好吗 真的 你不信啊 说明你吃到的好吃的鱼太少了 嗯 这真的好吃哦 这真的好吃 不是假的 绝了好吃 我刚试了鲁笋也好吃 嗯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鲁笋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把那个根部要给它掰断 根部比较硬嘛 所以我就炒了一个锅 然后在那个锅里面 我说 这菜这美国人怎么喜欢吃这玩意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 直愣啪叉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很搞笑 老妹怎么喜欢吃这些东西呢 后来我今天说 要把那个根部给它掰断 然后炒前面比较脆一点的地方 现在 比较嫩一点对比较嫩一点的地方 我才知道嗯 而且如果有的如果有的鲁笋 如果比较老的话 你要把它的皮给削掉一点 嗯 大家帮我评评理啊 看看这个人 又在这里用这个鸡爪子的汤 拌饭 那玩意这么辣 吃了能好吗 不是你买的吗 我买了是给你当零食吃的好不好 这正经饭不好吃 这两个不合你胃口吗 渴我的胃口 我已经夸过他好吃了 但是他没有那么下饭 哎 当个好男人真累啊 下了班 给媳妇做饭 花了两个小时做饭 结果呢人家不吃 人家吃买的 花了一个小时 而且我一直在帮你打吓死了 没意思 咱们等着喝汤吧 先吃吧 你真的少吃点那个 这个鸡爪子什么的 一天吃一点点就行了 哎呀 刚刚排骨汤也好了 吃了一块排骨 还是那种索然无味 排骨汤真是 怎么做 我都感觉这个排骨肉不太不太好吃 没有烘烧啊 或者是糖醋比较好吃 那对于 嗯 广州人来说 好像像排骨这样炖碗汤 他们都叫汤渣 吃汤渣 他们都说那叫汤渣 嗯 你不知道 没经认过 喝点排骨汤吧 好久没喝过汤了 有萝卜的清香味啊 有点烫手 天天你要不要喝汤 一会儿来盛一点吧 嗯 你看我们的鱼 吃得干干净净的 大海你晚饭做的真好吃 嗯 你明天还做吗 看你表现